在这里我们要比较一下这三种 三种东西得出来的图片的分别 分别是Single-C, Double-C和Rating 他们的设计这些做法归一样 我可以用一个Lightbox 也可以用一个Laser pointer 射一支光去到这三块的其中一个 然后拖出来,我们放一个Single-C 这样放,我们就用一个Tekno-C 现在我想看看这四块的感和感和感 会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看看Single-C 先看看Single-C Deflection Deflection 如果我们用Water Wave的想法 那个Pattern会拉较 然后就用一个Tekno-C 我用Water Wave的方法 但是书上书并不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会有 有些光暗位的 这些暗位是解释我们DFC泊文 解释不了的,我们不会解释这些暗位 OK 那我们的想法都是Deflection 可以解释它 有一个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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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 D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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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個觀點,Double 3是怎樣的呢? Double 3會有3英文 如果是有Laser,就會有一點點,很矮 不過我們通常都是叫做3英文 這些就是我看到 它的特色是用格格的 這些就是用Ruliform 即是有寬有窄的 哪個寬哪個窄當有子 總之是用Ruliform 而ΔY也是這個樣式 不過這裡就不是真計 真的計到這個幅度 它判斷Degree or Deflection 即是比較寬窄 這裡是真計的,真的計到就是ΔY 既然Y又懂得計算 還不用理會那些 什麼時候會寬窄些 看不懂就知道 好了,那 Rating是怎樣的呢? Rating是這樣 只有幾點而已 中間是黑色 OK 而Rating呢? 就是Design Vita 等於一番方法 那什麼叫Vita呢? 這個呢? 就叫Vita 剛才我們這個就是Y OK 那兩格之間的那個就是Y 但是這個就是Y 第一個就是Y 這個第一個就是Y 這個第一個就是Y OK 那Feter就是這個 那當然 好 Y其實就是Tension Fever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 變成這樣的形狀呢? 純粹看回這個Tension 這個Sign 如果要強硬變成這樣 這條色會很煩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將它拆開了兩條色的鏡 就會比較簡潔 S 而三條 三個來說的Pattern 是會有些 會有些 很不同的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Grade Deflection 就很少 就是很少而已 因為 我們又計不到數 純粹是比較大小 那麼它散開 大家都知道 那麼比較大小 那些 就是 聞到什麼 那樣的 所以Otom來說 都會比較 Grading 和 Double C 就是這兩個Case 的分別 這兩個Case的分別 就是 除了數色上有分別 數色上有感分別 那麼我們 計數 總之間有分別 但是我們不是在這裡 說數色上有分別 我們說 我們要看會有什麼分別 第一 這個和這個比 這個是窄很多 就是說 Double C 和這個比 是小很多 OK 那這個是 YN 那我 那我 那我不太多 Double C 我當然用YN 這個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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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這樣寫 Separation of Fringe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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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非常Double C Double C 那 Double C Separation of Fringe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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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對 那 就是 V 例如 是300分之1mm,一般都是300分之1mm 而这个D就是这里,这个D有多大 这个D是很小的,那些不是那么小 那些是0点,例如3mm 这个和这个比较没得比,真的差很软 这个三分之1mm,这个是300分之1mm,差100分之1mm 你以为粗略估计,这个Y也差100分之1 所以有第一个分别 第二 这个重量度的重量是继续的 即是说,这里是最高,这里是最暗,但中间不是5mm 中间是肤色地压的 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最高,最高的中间是层屋 不继续的,即是突然间改变的 那是没有解释的 你要解释,就要用我们另一条演讲讲 因为欧世斯的要解释 所以这个不会适合摆释 这个只是一个观察现象 第三个,书都有的,不过有点麻烦的 如果我想一下,这个箱 gatpain 我 terrifying 如果 sheets上滑,它不用ice,就是说 所以我会用 nombre 就是我的手分对C主要解释 就是一种缺 Date 是很 Wissenschaft 只有这个地方的Science 所以四个人才是什么 用 Dayon 要 meetings Cold 如果呢 太多烈摆释 基本上ntyre 所以是暗一點 所以 珠娘這樣做 每條有些 但每條有些 兄弟多也不一定有用 每條有些 每條有些 合起來是否乾了 不知道 但要看我這個圖 你會感受到 其實 現在只有這麼多地方透光 你這裡就當是一半 都多它很多 所以就比較乾 但如果你要簡單 這個就夠了 好了 最後要再說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 不會在這裏比較 我純粹講Double C Double C 裡面 Double C 裡面 Double C 裡面 它有 interference 但也有 deflection 沒有 deflection 不會有這個實用結果 如果沒有 deflection Double C 應該不會 deflection 所以它要散開 所以它要散開 這樣才會相斷 所以 它要散開 這樣才會相斷 所以 Double C 也是要有 deflection 不過 deflection 沒有數計的 所以我們一般就不提 一看也不提 但是 其實書也有提 它需要有 deflection DXC 也問過 它如果 斜粒不闊 有什麼分別 什麼斜粒不闊 我不是說這個 這個斜粒不闊 我是說 這個斜粒不闊 就是Double C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近數的D 就是這顏色的D 但是它從來沒有同一個 這個闊度 它當 當沒有一件事 這個D影響了什麼 影響了 deflection 逐個 deflection 就是這裡是闊地窄 如果這個數是小一點 這個範圍就大一點 我們就可以看多幾條 其實這個D 就決定了 究竟我們看到多少條 就是那個範圍 如果你做過 拍訪 有記得過實驗結果 書就說 無數條 但是你看到只有十條 十條很多的 不是太差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Single C 就是Double C 裡面每一條C 其實是有限的 不是很闊的 我們只能夠在一個很小的範圍 如果裡面可以 就是 那裡可能能夠蓋到的範圍 你只能夠找到十條 裡面可以看到中間的十條 其他那些 有的 不過很陰 那房間不夠黑 就看不到 那房間比較黑 比較暗一點的 那基本上呢 就 這個Single 即是Double C 裡面每條C 的Wave 那個Effect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